各位师兄大德 我是小赖 欢迎来到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 以杂乱心念地藏圣号 还能获得福报不 若杂乱构心 虽附称送我之名字 而不明为文 以不能生决定信节 但获世间善报 不得广大深妙利益 若杂乱构心 虽附文我名字 而不明为文 这就分别了 地藏菩萨告诉我们 你用一个杂乱散漫的心 用一个构染的心 你虽然天天念诵我的名字 不明为文 这一段又警告我们 虽然闻到地藏王菩萨名字不容易 但是你闻到时候 不要以杂乱的构染心来闻 为什么 杂乱构染的心 你信不进去 所信的是福的 不能深信地藏菩萨 真能救度我 真能使我离苦得乐 你这个心生不起来 你不能生决定性 决定性解生不起来 你虽然闻到地藏的名号了 等于不闻 等于没听见一样的 那有功德没有呢 有 不是修道成道的功德 得你世间的福德 决定离三图 虽然杂乱构心 听到我的名号 不能得清净性 但是能获世间的善报 成道不容易 世间的果报能得到 只是说不能得到深妙利益 不能成圣 如果善根深厚的人 他一听到地藏王菩萨名字 他毛骨悚然 他能得到深大利益 能够以此修道 能够断货 能够挣到真理 就是杂乱心 会染心也能得到人天福报 出世的善业得不到 如是杂乱构心 随其所修一切诸善 皆不能得深大利益 这是教我们念地藏菩萨 圣号的时候 不要起杂乱心 不要起构然心 因为这个构然心 杂乱心想得到清净的道业 是得不到的 但是能得到世间的利益 要能够一文身性 开人之鉴 相信自己跟地藏王菩萨 无二无别 地藏即是自己 自己即是地藏 这种就是猿人 这种性解力 这样理解的性 那得到利益就大了 同是一个性 什么猩猩 举个例 我在五台山 有一位幸福者 他要求他公私发财 他这样来念地藏菩萨 他发了财了 他有一笔生意 得了利益了 他到山上供摘公众 我就用这段意思跟他讲 这个是时间利益 你应当不为世间的名利 而为出事清净的善业 那是真的 世间相随时变换的 有得还要有失 假使以真心了生死 求成福的心 那叫清净福田业 那个得到永远不退的 世间的福德 有得有失 出世间的善业 福德永远不能失掉的 那叫深大的利益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美文请继续关注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小赖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